《九把刀》电影《月老》获选台北电影节开幕片 以全新世界观描写阴间故事 带入生死轮回议题 穿梭在人间与地府间 见证人与人的相爱与牵绊 导演《九把刀》监制黄历程与主演 柯震东宋云化王静为电影宣传 难演兴奋之情 迫不及待将电影分享给观众 《法刀》的剧本下面的角色的男性都偏 没有什么思考能力 对 所以以前十几岁的时候还会觉得 还OK 好处理这件事 但现在就是觉得 你已经具有思考能力 而且我又演完过《再见瓦城》 我会觉得你在干嘛 这样就觉得 用他的世界观跟逻辑剪完片 就觉得一切都很合理 我们里面有一个没有爆雷 但就有一个场景 就是会好几个月老 大概这么近这样 就全部人这样贴着 然后我要在人跟人间找那个缝隙 才能传播出就是 目中无人的这个状态 然后就是那场其实 还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有时候会不小心 啊 撇到 然后或者是你镜头的角度 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其实你看得到等等的 但是就是可能Pinky 比较像是我私下跟朋友相处的样子吧 对 那之前演的一些 比较深沉 然后忧郁的角度 可能是比较自己 insight不想被别人看到的那一面 我可以说Pinky 那个角度有点中二吗 可以吗 可以这么讲吧 那所以你也觉得 你的本性是比较贴近中二 对 OK OK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出席站台 表示台北电影节受到疫情威胁 从六月延期至今 制定了完整周向的防疫计划 在健康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完整呈现迎战的精彩内容 回馈市民也荣耀引人 我想说疫情趋缓 开办还是要办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这个 完善的防疫的准备之下 可以把这个台北电影节 以后这个机会来 让大家感受到 电影有趣的一面 这次的活动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期了三个月 但是一样的精彩 在做好防疫的状况下 大家踊跃参加台北电影节的活动 电影《月老》因为疫情延期上档 这期间九把刀的岳母走势 她也在记者会上探言 先前有投放初见给岳母看 希望妈妈能看到《月老》完整版 期待电影也能感动观众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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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bullish inner hand 打赏支持明镜与 这边的旅行